記忠祐先都請準備 發言前的一個建議 那代表公商協會發言其實 其實我們 代表公商協會 以服務職代勞工的經驗 我們在很多地方其實應該 我們所要講的經驗 我們所要說的論述 我相信會發言有很多Q了 那我在這邊再重申一次 我們長期協同職代勞工的勞生 一個制度的問題 以整個工商家庭的重建歷程 很多職代發生在勞工政治狀年的時候 在面對經濟中斷 家庭結構重整的困難 中途制產者他們性的需求 性的被打壓 其實剛剛前面已經有 非常多的身心障礙的團體的代表 已經為我們說得非常清楚 在這邊不在贅述 可是我想說的是 這些理層家庭在一個 單副家中經濟的一個 這個家庭成員 他在青壯年發生職代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他自己 而是整個家庭都要面對這個 痛苦跟缺少出口的狀況 不只是經濟的 不只是性的 不只是關係上的 還是社會上的各種壓力 如果你們的家中 也有這樣的職代勞工 也可以體會我所要說的 這個狀況 我的家人沒有職代勞工 可要我不要說的是 我家裡面曾經有過一個重症病患 家中兩個夫妻照顧走到最後 雖然他們還能一直走到最後 並沒有找到疑問的狀況 可是我後來聽到這個 這個女性的照顧者 她有一天告訴我說 這個時候她照顧的 她的先生這個男性 其實已經幾乎全身都不能動了 也不太能說話 她的苦惱沒有人知道 而這個照顧者的苦惱也沒有人知道 但有一天她站著 把自己的褲子脫下來 在她面前非常糟糕的勞起 或且非常的不堪 她要這個女人 撫慰她 或是她為什麼跟她做愛 這整個家庭 兩個伴侶 照顧者跟非照顧者 都在承受的委屈 這個照顧者 有衷的希望 拿一千塊 找人媽打一算 而不要兩個人 讓我來這邊 這麼不堪這麼委屈 我想 婦女有很多種 嫖客也有很多種 家庭有很多種 關係有很多種 我想要講 我想要說的對象 現在已經在這邊了 讓我們希望 我們發展第二題 看見 所以我們希望 在性交易地點規劃上 應該實際考量 身心照耐者 取得資訊跟交通的可進性 我們職呆者都告訴我們 如果要看理監視會 請在五天之前告訴我們 讓我們訂富康巴士 常常都因為訂不到車 來不了 連開會都來不了的 如果是當下 就想要解決性需求 怎麼解決得了 如果今天要設專區 要設在人口稀少 交通便秘的地方 請先解決 身經障礙者 不障礙設施的問題 而不要先以限縮回考量 第二點 剛剛有發言者提到 很多新工作者 短命 健康不佳 常常有人自殺 我們職在勞工爭小 也是 我要先回應第四題 所說到的 關於管制 許可登記這些方案 我們都覺得 這對勞動者 相當強的歧視 我們認為 以工商協會的角度來看 需要管制的是一個性工作者 他身為勞動者 如何有尊嚴而健康安全的工作 在目前非法的前提底下 一個 因為工作全被打壓 生存全被打壓 而無法拒絕不帶套 而感染了愛滋的性工作者 他沒有辦法像一個 因為在醫院裡面 沒辦法妥善處理 醫療被侵務 而受到掙扎感染的醫師人員一樣 被有真眼淚看待為一個職呆者 而以職呆勞工身份得到保障跟補償 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這同樣都是 在各種的環境裡面 一個底層的女性工作者 會碰到的狀況 一個勞動者在現有 有的勞政系統裡面 已經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完成 勞動統計資料的方式 例如勞動保險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特殊化的對待為管制或是許可 我們從很多的資料勞工身上都看到 越是沒有辦法掌握自己在勞動過程當中 生產工具的人 就越可能因為工傷 離病受傷甚至死亡 剛剛也有發言者已經提到了 當然也很有可能因為 惡劣的勞動條件 在職場上面 不到憂鬱症 自殺 比如說我們職呆勞工 想自殺了 個個都想自殺 我們這些工作者都想自殺了 到底是誰在逼誰 工商協會認為 勞工不健康照應於 應當的工作 不健康的照應應當被看見 而不是本質化的 把這些疾病丟給這些人身上 安放了之後 就不去看到 結果上不平等的正義 謝謝